有人哭,有人笑,大家都被赤裸感动了 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时刻 是永远 我们全部人 我们全部人赤裸裸地在黑暗里面 他叫快点,快点跳下池 他在黑暗里面狂奔大叫,然后一下跳起 我们就用他的身影画过半空 他用他的身体在黑暗里面画出一条完美的弧线 很高,很高,很高 他飞起了,他变了一个天使 他开始降落 然后我们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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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声 他摸一声 他摸一声摸到池底的磚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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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家开始察觉到疫症似乎真的来了 有人独具胃眼似的 开始在未睡醒的外地国家泊物资 不同的消息或者谣言周围散落 疫症城市的医院内部片段流出 那些人开始的 停货 那些小孩混在家里但是没人看 停工 手停口停 物流停 很多批口罩货不知道去了哪 那些专家轮住出来好像上行营台那样 被迫对着很多支麦和闪光灯和摄影机 或者说一些他们都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 又或者他们要堆砌一堆文字去掩饰 他们清楚但是不能说的东西 我心了 那就是对 那就是对 疫症 那城市根本就病了很久 但是只要你一天还有工 你有饭吃 有得打卡 有得到处去到处玩 你就什么都不会理 你彷徨 我出不到街点算好 你哭 你不知道下个月还交不交到租 未来可以怎么过 你笑 你说 人终衰一死 早死迟死都是死 你生气 生气那些感染了的人还在街上走 你无疑 你亲人在外地刚刚过了生 今年是你唯一一次没有和他一起过生日 你问 你问 什么时候才可以过正常生活 我问 你觉得你本身的生活很正常吗 现在又有多不正常呢 你也知道 你温柔 你温柔 你不想再会回来 我问你 你今宗有的还没这个 你不想再会回来 你也知道